我想慢慢證明自己 就算大器完成也不怕 十幾歲的時候我開始學習畫畫 到了28歲的時候放棄了原有的生活 一心鋪在上面 我有很多朋友開始的時候一起畫畫的 後來因為畫賣不出去 所以很多人選擇了放棄 其實我自己也知道 我自己選擇的這條路不一定好走 因為我熱愛它 所以我也願意承受它所帶來的一切 孤單還有壓力 很長一段時間我的畫都無人問津 所以這個時候我會經常去看很多展覽 很多大師的作品 我覺得日常生活中的一個積累 還有沉澱才是最重要的 情況慢慢好轉應該是來源於 我在破爛上畫畫 很多人會覺得說這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但是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如果有幸遇到一生所愛 那就請穩穩地走 就算成就晚點來敲門 也不怕 也不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